張少涵放鞭炮 花容失色 三年不看新聞 來 張少涵 你宣傳就宣傳 每次放鞭炮 嚇自己做什麼呢 那邊 羅斯你還好嗎 羅斯 他們剛剛跟我在車上的時候說是環保 所以沒有什麼聲音 結果呢 現在這麼大聲 不過放鞭炮有驅磨比鞋的用意 說真的 Angela 你的確很需要 她這幾年負面新聞不斷 先是被父母恐訴氣養 之後又和老東家福茂鬧合約糾紛 最後算是加入新東家宣布重返歌攤 但還是要面對老是回答不清楚的問題 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後 才發現原來這些隱形的翅膀 就是你身邊最愛你的那些人 經歷過的事情 是指跟家人之間的糾紛嗎 就是我 現在秋果的怎麼樣 現在秋果完之後會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本來人生中 就是有很多的事情 不是可以朝著你所想的方向去發展 人生裡面的一些挫折跟困難 並不會讓我更退步 也不會讓我不往前進 平常我是都不看 不太看報紙 也不太看新聞 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不太看報紙 媒體新聞這樣子 三年多前 如果新聞寫的不是我 的話 那我何必看呢 那就不是我啊 對啊 那就寫張紹涵了 輕鬆一點啦 不要說都是這個 蘋果宜來新聞 對啊 那就寫張紹涵了 報導 好